这是什么 IDEA 咱们去找一件事 你找谁 我找伍伯英 稍等 她不在 她说她今天在这儿加班 我都说了她不在 我进去看一看 你站住 我就进去看一看 她是我丈夫 对不起不行 我都说了她是我丈夫 我进去找找她 这是绳管部 外人不允许随便入内 对 又不是监狱 怎么就不能进去 老婆回这儿啊 荀子 这个女人一往里闯 我找我丈夫 伍伯英 伍太太 请坐 你是谁 方思 这是我们荀子 好了 你们先去吧 顺便把伍总干事叫来 我陪伍太太说几句话 还是我去找他们 母太太 他们已经去找了 你坐等就是了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伍太太 伍总干事 有个弟弟 你应该知道吧 听说叫秦武 误入歧途 做了共产党的杀手 不久前 在上海被捕了 伍总干事 是为了救他弟弟 专程去了趟上海 上上下下 找了不少人说何 伍英不知道 他是共产党 他们失散了很多年 伍太太 不要紧张 秦武是秦武 吴总干事是吴总干事 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这个兄弟俩啊 我们还是能够分得开的 那就好 当然啦 虽说是孪生兄弟 长相再一模一样 和他常年在一起生活的人 也是一眼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吴总干事 刚才有人找你 吴总干事 什么人 一位女士 自称是您的太太 自称是我太太 对 人呢 让巡苏给叫去了 太像武伯英了 你怎么 怎么 武太太没读过这张报纸 许多 武太太等你半天了 你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回家了 你身体不好 来的没不说一声 别哭 现在别哭 我不该来西安 如果我不来的话 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可以在心里想他 念他 生气的时候还可以恨他 我们结婚七年了 一直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做梦都想 老天有眼 终于让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阴差阳错呢 这些天我一直在后悔 为什么他走的那天 我不告诉他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有孩子了 所以 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我想这样你各在九泉之下 会安心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我不相信鬼神 但我相信我哥肯定会知道的 真的 嫂嫂 尽管我并不了解你 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不会 总是那么惨 你哥这些年 一直都担心自己 不能够为武家传宗接代 所以他一直在说 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 他还说 他欠你的 真的 他不欠我什么 如果说他亏欠 倒是我亏欠他很多 从小到大 他不知道为了我干过的坏事 爱过多少打 你知道 父亲很严厉 他 他的惩罚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我哥他从来不苦 我到现在都能想起他那张 痛苦的 无声的脸 看着他挨打 我经常吓得娃娃大哭 他总是会对我说 打我你哭什么 下次要再犯 我就不帮你了 可我总是让他一次又一次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 认识了他 那会儿他是我的国文老师 也是学校公认的最好的国文老师 他能把那些枯燥的古文讲得妙去横生 那个时候的他 那个时候的他英俊潇洒 不公留替他 风流替他 就好像 鸳鸯蝴蝶派小说里边 走下来的人物一样 倒是有很多的女孩子都弥伤了他 把他视为将来要嫁的伴侣 不公主 博英真是个好丈夫 他们的选择 是对的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他没有不良事好 闲暇下来 也就是写写诗 有的时候兴趣来了 他还要大声唸给我听 不管我当时是在厨房炒菜 还是在收拾屋子 他还会写诗啊 他不只会写 他还发表过呢 他可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呢 当时有很多的杂志社 都跟他约稿 是 吴总干事 我可是很早就认识你了 有一首诗 就是说这杯茶的 诗 嗯 静静躺在杯底的时候 窗外的阳光 很好地投了进来 他发表过诗 嫂子里面有了 我想看看 秦武是秦武 武总干事是武总干事 这个兄弟俩啊 我们还是能够分得开的 那就好 太像武国英了 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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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这么晚还没休息呢 我看了半宿的资料 有南京的 有西安方面的 全在上面 你去抓人吧 许总 这都是些琐碎的事 交给我就行了 何必亲自劳神呢 把大家的薪水给砍了 都有情绪啊 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带个头吧 行坐 您多虑了 我那些弟兄 有不少怨言不假 可是该干的活 他们不敢不敢 要让大家都知道 只有踮起脚来 才能摘到树上的果实 才能吃到嘴里 明白 您明着捡心 其实是在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 乍一来不干少干的 只能拿基本的薪水 真正出力的 才能拿到奖金 大家肯定是趋之若鹜了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应该推广到全国 您一直在研究这个琴舞啊 这些人贴欧 有人从来 两天 现在山版程度数 真正是 你现在 Julioso 你为什么要跟他 留意 Savage 这个 就能 新月杂志寄来的是最新的一期 你哥还没有碰到 燕子 对 燕子 邪尼的燕子 不知疲倦地 在我的屋檐下筑巢 邪尼的燕子 不知疲倦地 在我屋檐下筑巢 为了自己心爱的一半 快乐地奔波 穿梭 在我屋檐下筑巢 你还要去上班吗 当然 我为什么不去上班 拿着党国的丰路 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你别再去了 很危险 那个人 他会看穿你的 看穿我什么 都是些多疑的败类 你放心吧 我会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我古营 嫌尼的燕子 非自己 不知疲倦地 在我的屋檐下筑巢 我会越来越像的 Stück 县长 坐车 坐好喽 昨天晚上特偶像吃了蜂鸟 满大街抓人 事前我们得到了消息 转移了一多份同志 有三位同志没来得及转移 被捕了 是 这是名单 能营救就营救 如果有困难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但是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尽快打入挡掉处心脏 你这一大早上吃两个了 饿死过瘸生啊 我要肉馍 我要肉馍 要什么肉馍 是愿意盼图吗 打狗我在行 不仅仅仅是盘图的问题 党教书在西北军里埋藏了一棵天柱 这棵柱子藏得很深 组织上和杨河庄之间的不少情报 都让天柱骂去 你要尽快地找到他 明白了 另外 彭特怀服务了的东北军 六一九团团长高夫元 参加了我们组织的东北军军官学习班 还当了班长 前几天 他带着东北军 接受了中央领导的检约 高夫元 是东北大学毕业 是张学良的得意门声 更是张所与众的少干半经营 我就认了 过几天 高夫元要来线 他的安全极其重要 能够出现残势 中央的重要抉择 就要受到影响了 所以你的任务是 利用物价和洋物证的关系 在关键的时候 利用洋的补队 保护高夫元残权 明白了 首先这一往下去 忘了不少鱼虾 这些虚啊虾啊 好像专门来帮咱们呢 光有鱼虾可没有 真到开庆功宴的时候 得有满汉全席的大餐 这帮工子 溜得太快了 溜就溜嘛 要是一下子都抓完了 还要咱们干嘛 处壤就是处壤 深谋远虑 少拍我马屁 不过来 以后我还是尽量少坐你的车 于公于私 我都不想坐这个车 不过来 我都不想坐这车 然后背着药 你怎么要做 你怎么要做 我都必须要做 你觉得要做什么 你怎么会做 有发露了 没地风行 吴总总 没地风行 胡处长这回发财了 抓人放人 一抓一放就是钱 你是不是有事啊 是这样的 胡处长抓了一批人 有个朋友托我帮忙忙 您和胡处长能说上话 您看 我看胡处长抓的 那可都是共产党 我帮你说话 吴总 您刚来还不知道 胡处长每次行动 总要烧上些冤大头 这几个人 就倒腾了点烟土 该庄 试试这么回事 可都是朋友托朋友 这是对方答谢的 一点小意思 你把我弄糊涂了 你跟胡处长 应该比我熟啊 怎么 他杀熟啊 在他那里 熟人不好办事 那小黄呢 小黄在胡处长那儿的面子 比我们谁都大 那当然 小黄要是出面 别说一件事 十件事一百件事都能办成 可是 要想让小黄去求他 那可比登天还要难 有多难 怎么讲 你还不知道吧 胡处长 早就对小黄虎视眈眈了 当时小黄说 他是有主的男人 自己不愿意给别人做小老婆 没想到 胡处长居然为他离了婚 可小黄却说 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你说 胡处长 在神党不大愿怕过谁啊 却偏偏让小黄也制住 小黄成天不给他好脸子 可他还一个劲地穷追不舍 他还放言说 谁敢跟他争小黄 他又把对方弄到草垫子去 你说 心高俏的黄小姐 能受得了她 没想到胡处长 如此痴情啊 你不是要出去办事吗 别在这愣着了 谢谢 插过了 小丁今天都已经打扫过了 吴总 有事吗 有 我前两天 宠你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火 后来 我心里很难过 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给你道个歉 正式地 认认真真地 说声对不起 就现在吧 闲尼的燕子 不知疲倦地在我的屋檐下 煮钞 为了自己 心爱的另一半 快乐地穿梭 奔波 旧时的王写堂前 谁能听得到我和我新娘的 嘀喃 对不起 我无法再给你朗诵下去 我实在是想不通过 当初是什么样的心境 才能写出这么矫情的事 我干嘛去关心 我能不能去关心点别人 去关 我干嘛要去关心一只燕子 吴总 你别这么说自己 我不怪你 失随心静走 我知道你弟弟的事 之前 我还三番五次地朗诵你的新诗 可是 你好像并不但明白 要不是你的名字叫吴伯英 我真的是要怀疑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怀疑 那个吴伯英已经死了 那个可怜的诗人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他 不是 吴总 我真的不希望 从此这个世上 就少了一个诗人 对不起 不能如你所愿 但是已经少了 已经少了一个没用的诗人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才是有用的东西 枪 只有枪才可以保护我们 只有枪才能办到你想办的事 而诗人呢 毫无用处 只会令人伤心 而诗人呢 而诗人呢 毫无用处 如果诗歌能让我的弟弟复活 可以 我可以朗诵一万遍诗 能吗 所以我对自己发过诗了 绝不再去碰一些叫做诗的东西 我想成为一个像胡汉良那样的人 胡汉良 他陈田就只知道抓人 心狠灯跟铁一样 只要他好奇的东西 别人长好的伤疤 他都想揭开来看看 在我的印象上 他并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他总是笑呵呵的 很风趣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我本来 我本来还打算求你件事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算了 吴总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就直说吧 他们前两天又在抓人了你知道吧 在他们抓的人当中 有我朋友的孩子 是个大学生 他们怎么只知道抓大学生 胡汉良他要是有本事的话 他怎么不去抓几个日本特务 你把名字给我吧 算了 真的 小伙儿你别劝我 吴总 你是个文人 不该跟屠夫打交道 给我吧 我替你三个年轻人谢谢你 我替你三个年轻人谢谢你 谁 李直 江老板 好好好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处长 上海那摄影师约到了 他明天下午走 上午用时间 有半天够 处长 江老板说 他有个朋友 昨天被咱们关到草店了 老东西真不吃亏 让陈梅林放人吧 江老板 行 按您说的办 然后我回头给草店打个电话 好吧 嗯 喂 江老板 黄小姐 处长 处长 黄小姐 说我去找他了 喂 黄小姐 处长去找你去了 对对对 正好 胡汉梁要来 我去打水 我去吧 拜托了 小王 这是替别人办的吧 废话 我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当然是别人的事了 不会是共同吧 不愿帮忙就算了 我没说不愿意帮我就是问问 有什么好问的 要是共产党我找你干嘛呀 行 马上就办 马上就办啊 接草店的监狱 周紫云李大斌 陈明志这几人给我放了 什么保释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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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挡尿处处找胡万良 马上给我放人 别废话 那好了 终于让他们回家吃饭 那 我就不谢了 谢什么呀 咱俩谁没谁 对对对对 而且我一句话案的事情 我跟你说个事 吴总 老夫 你在哪儿 我路过了 你这气色越来越好啊 是 是吧 对了 老夫 我得帮小黄请个假 明天上午半天就半天 好 怎么用得着你替我请假吗 还记得我跟你说 上海那个大摄影家吗 人已经来了 就是太忙了 只有半天时间 说好了 明天上午跟你照相 真的 那太好了 圆总 要不明天一块儿去吧 嗯 我明天肯定是走不开的 有什么走不开的 不就是半天的时间吗 老吾 那就一块儿去嘛 对不对 都是西北汉能不给女妈面子 一块儿去 没事没事 行 我尽量 新运会 好的 我马上送过去 吴总 那我去送给你材料 好 小黄 慢点啊 你别回头再摔着 老胡 有事 给兄弟个面子 这是干嘛呢 我这个人一向围观清零 大家都知道 再说了老胡 这个面子不好给 如果这三个人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通融一下 你第一次求我 这个面子我给 老胡 这就没意思了 把我搞俗了 把你也搞俗了 这个俗子 这就是 人子边上一个骨 都是吃五骨杂粮的 谁敢说自己不酥 谁能不酥 再说了 这都是请托人的意思 胡处肯赏这个面子 那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是这点钱能解决的吗 那是他们应该做的 避免你 那帮我问我 也要是微笑 嗯 你不贵 你不客气 你給我 住当年 那边 我认识他 这样的一切 就要学习到 这些事 他们就不高兴 然后再去 诶 宇春 我明天和小黄出去照相 这要领带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可什么也 你看了吗 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在你们这帮小兔仔嘴里听不见实话 出展 你怎么就这么给这个吴伯英面子呢 不是给他面子 他也是手下求他办事嘛 再说了 这吴伯英啊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没听说吗 他们家跟杨武成家是试交 给他点面子没错 保不齐将来就用上了 你跟那个陈本人说 赶紧放人别废话 这条怎么样 这条好 滚蛋 处长 这杂志还给群作吗 废话给呀 要不然活不白干了吗 好吧 我跟你们 吴总干事的关系 先把人放了 然后再抓起来 这三个人 你可得好好审审 然后把情况告诉我 报告 进 陈总 下班 你不能再坐 陈总 你能不能估计 这个女人 你能不能估计 我 这个女人 如果有没有 我还是可以 这种女人 我会想到你 在这儿 这些妆子 你不能估计 我 因为我会想到你 好 你能不能估计 叔叔 喝杯水 今天 我还真听我们吴总 谈起新诗了 他明白吗 他自己写的 怎么会不明白呢 只可惜 他以后不会再写了 为什么不写 他弟弟 被调查处的人杀了 对他刺激很大 现在心里只有仇恨 那还生得出似水有情啊 听说吴太太厉害得很 像只母老虎 谁说的 她们 瞎说的吧 来 谢谢 一会儿把这个擦干净 拿擦干净 杨主任睡下了 刚睡下 你也早点睡吧 你王队长不是也没睡吗 杨主任不睡 你我都睡不得呀 行了 你也忙活一天了 收拾完给小孩早点睡 好 王队长 你干什么呢你这么大事 杨主任刚睡下 高福元回来了 就住在三清客栈的二零三 他不是给 是不是给抓住了吗 是抓住了 刚又放回来了 这是刚刚结后的店外 张司令说要亲自审讯高福元 这么说张司令和顾 你等着 我马上给杨主任回报 好 早啊 小黄 小弟啊 今天怎么这么勤快 我都快不适应了 新运会吧 本来就该天天都有新气象 对了 小黄 吴总能查我给炮上了 上考的大红袍 我从家里拿来 不过可惜了 今天吴总 不能和你的大红袍了 为什么 一会儿吴总要陪我去拍照 吴总陪你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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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清楚 那赶紧收拾收拾 去拍照呀 去拍照 拍照是今天吗 对啊 今天怕是去不了了 手里有一大堆事呢 下午 下午回来再处理不行吗 下午还有下午的事 小黄啊 你去吧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洋气 一定能拍出很好的菲林 好 刘雨 陈总 很棒 直到你了 济野 好 好 好 处长 看你今天不想去照相啊 去相亲吧 让你放那几个人放了吗 放了 都是穷学生 没一个功能 那也得抓呀 为什么呢 穷学生也有阔亲戚 对不对 把人这一抓 你看党部那些大小贪官 看见我哪个点都还要的呀 所以得使劲抓 拼命抓 处长说得对 喂 李直 一会儿下午你就在家看堆 等人来求情送钱 我去就回来 喂 徐总 是 处长 徐总让你去的办公室 嗯